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去一个新宁野生动物园 还会在里面住一个晚上 这个公园是在南通市 从上海开车过去大概两个小时 我蛮享受开车出旅行 以前在澳洲还有马来西亚 我们一家人都经常开车出旅行 但是我比较喜欢在国内开车 因为国内的高速公路系统做得很好 要去哪里都很方便 好像这条路两个小时的路程 大概每30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 这个服务区有邮站,有餐厅,有商店 但是我们最惊喜的就是有一个警务站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找他们帮忙 进来这个服务区,我觉得像一个小商场 有卖玩具的,有卖衣服的,还有床上用品 当然也有很多小吃店 这些卖饮料的,还有日用品的便利店少不了了 我们就在这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吃一个午餐 选的这一家菜饭店 这里有很多款套餐 加钱我觉得也合理 因为在高速公路要找吃的也不容易 我们点的是红烧狮子头套餐 36块半 有狮子头,有菜饭,有汤 如果你是一个大吃的干饭人的话 这里的菜饭还有汤可以免费去 我觉得在高速公路港度的时候 可以吃到这样的菜饭已经很惊喜了 吃完之后我们继续出发 开不了多久就到了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 这个动物园里面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动物 有一些可以跟他们互动的 除了这些,今天我们还开自己的车 进去他们的野生区 这个自驾游览区 其实我觉得蛮像国外的Safari Tour 只是这里就比较安全 这里有一些动物可以自由的走来走去 好像鸵鸟,斑马,羊,还有马之类的 另外有一些动物就要在指定的地方 你可以下车去看他们 好像是狮子,老虎,大熊之类的猛兽 在过来之前 我们在家里准备了一些萝卜 去喂动物 但是在喂动物的时候 有一个动作是不可以做的 就是打开车窗 但是我的女儿好像忘记了 哎呀,可爱好可爱 太多了 啊,三明圈,三明圈 啊,三明圈 啊,三明圈 这里的动物好像训练过的一样 每当有车经过的时候 他们都会冲过来 甚至他们会困难我们的车 不给我们走 没啦,没啦 没啦,没啦 我不要哭了 這隻隻真的是 他懶著我不要哭了 那隻馬很聰明的 那隻馬很聰明的 這羊在這邊 好恐怖 還好就是有工作人員 但那些馬走開 我們才可以繼續 對我來說 這些動物也是盲獸 好可怕 有一些區域 你是可以下車的 好像這個羊駝區 你是可以下車去餵牠們的 這個自家遊覽區 全程大概兩個小時 這種體驗 我覺得蠻有趣的 可以很近距離 看這麼可愛的動物 但是如果你開車過來 要有一定的心理準備 因為這麼可愛的動物 有可能把你的車吃掉 好恐怖 不要跟牢去 好恐怖 今天我們就在這個動物園裡 過一個晚上 因為這個動物園很大 我們在門口 Check in之後 他們有Buggy 送我們去房間的區域 這裡的房間 是一個個不同的小屋 有不同的款式 其實我看到這些小屋 我覺得蠻驚喜的 因為沒有想過在動物園裡 有這樣的走電房間 還有在有些區域 有很多小路 自由地走來走去 你可以摸牠 可以餵牠食物 跟牠拍照 小朋友在這裡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這裡的小路 比日本進度的溫馴 這裡除了有小路之外 還有小熊貓 我們Check in的時候 就有一隻小熊貓 歡迎我們 這些小熊貓 會在凸燈的時間出來 但是要看到牠們的話 也不容易 因為牠們很怕人類 然後牠也會爬樹 所以我們看到牠真的很幸運 這一次我們過來 也是因為我們的女兒 牠對動物很有興趣 但是我呢 反而對這裡的房間很有興趣 每一個房間外面都有一個小陽台 打開門之後 已經聞到很像的蜂墓味道 因為長壁還有地板 都是用蜂墓來做的 這裡樓底很高 中間有一個雙人床 兩邊的窗簾是自動打開的 兩邊的窗簾是自動打開的 打開之後可以看到動物園的景色 基本上這個房間跟一般的酒店一樣 應該有的都有 因為很多人都是帶小孩過來的 這個酒店也很貼心 連小孩的用品也有準備 我女兒最期待住這個酒店 是因為她可以有自己的小天地 就是這裡的二樓 在二樓看出去可以看到整個房間 景觀很好 第二天的早餐 我們吃早餐的餐廳也很特別 因為她的位置就在昨天的野生動物區旁邊 你可以一邊吃早餐一邊看動物 這裡的早餐是製作餐 很豐富,味道也不錯 吃完早餐之後 就是這一次旅程的重點 抱抱小獅子 這些小獅子大概兩到三個月 她一天裡面有兩次可以放他們出來 曬曬太陽,跑跑 然後也可以給客人跟他們拍照 摸摸她,甚至可以抱她 看著他們走來走去喝水的樣子 好像小貓小狗一樣 但是聽見他們的叫聲正不是一般的 小獅子 這些小獅子看上去好可愛 但是過了三個月之後 他們就不會放出來的 因為有一定的危險 我覺得這個動物園真的很適合一家大小過來的 帶著孩子過來跟動物互動 家長也可以享受這裡的酒店 過兩天休息一下 真的很完美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